大家好,我是麟穆斯 時間過得很快,已經到了2023年的12月中旬 今天有一個搬遷的提示和大家分享 就是我們的真理廚房 自從2016年尾、2017年開始 一直停在公理堂 由那時到現在已經差不多有七年的時候 也有超過了一千個視頻 非常多謝大家的支持 也希望繼續在將來供應大家零類的需要 但是我們在2024年的1月就會去正式搬遷 不過不是搬得很遠的 你會發現這裡有個地址 就是銅鑼灣摩頓台5號百負中心的13樓 其實是很近的 也不用找個truck 我自己搬一下搬一下就可以搬到的 這個是我們新的地方 有一間新的教會 叫做十駕基督教會 英文是Crossway Christian Church 先看看一個地址 其實這個地址是非常方便的 它就是中央圖書館隔離的那條街 就是摩頓台 那如果你搬地鐵過來 你可以在天候出 可以在銅鑼灣出 很多很多的巴士 甚至電車都是可以帶你來的 不過有一個很重要的 和現在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你一定要搬升降機上去第13樓 這棟建築就不屬於我們的 也不屬於我的 所以你就不要進來 就以為這整棟建築都是十駕基督教 好像公理堂那樣 那絕對不是的 我們唯一的一層樓就是第13樓 所以記得一定要搭一些上來 如果你由中央圖書館那條街出來 然後轉彎進摩頓台的時候 你要走到那條街的尾 你才會去到摩頓台5號百負中心 那走經的時候 你會看到有一個地方叫做 Crossway Cafe 那你就不要以為那個Cafe 是和我們教會有關 甚至是我們擁有的Cafe 那那個Cafe 其實是播到會同福堂的所有的 我想說一點點 就撞名了 但是就不是故意的 其實是兩三個月之前 我們開始去想這個 新的教會的名字的時候 當時是有六七個名字在 大家去選擇的 那投票的時候 然後我其中一個人提出 就是想要用Crossway這個名字 那我做了一些 research 我都特意在那裡寫了 喂 在銅鑼灣 就是 銅福堂 就是他們有一個Cafe 叫做Crossway 那不會撞名的 不過當時我們想都沒有想過 我們會在銅鑼灣的 因為當時呢 我們在考慮的一個地方 其實是西螢盤 那你在西螢盤 絕對不會撞到 那怎知道 就是繞了一個圈 結果是 就是我們留在銅鑼灣 而且呢 銅鑼灣還是同一條街 那甚至呢 在百負中心裡面 有兩層樓 都是同福堂的所擁有 或者是他們的辦公室這樣 不過無論如何 其實 我們的Crossway 這間教會 和銅福堂 其實是很不一樣的教會 所以大家不要介意 最重要不要去錯地方 不要看到 你走到那裡 看到Crossway 那個Cafe 就以為是那個教會 No 你一定要去到百負中心 然後一定要上十三樓 那才可以來到我們的教會 那我想和你看一下 我們新的Logo 那你會見到 我們的Logo裡面 其實有三個C 其實我們這個公理堂 都是China Congregational Church 都是三個C CCC 那其實Crossway Christian Church 也是三個C 不是專門的 很多教會都是三個C的 那你會見到 在中間其實有一個十字架的 就是一個影子 跟著 那個十字架 是和其他兩個C 是形成了一個Infinity的Sign 一個無限的Sign 代表了我們教會 所想要做的是 帶我們人進入通過十字架 因為Cross是進入永恆 進入上帝的永恆 的國度裡面 從我們有限的進入去永恆 Crossway的意思當然是 就是The Way of the Cross 我們是要高舉耶穌基督的十字架 我們都願意背起十字架來跟隨上帝 那說起Crossway 我自己心裡是非常之感恩的 因為我在九月初 就是決定離職 就是辭職 就是公理堂的時候 其實真的不太知道 自己下一步會是怎樣的 那 有時偶偶地坐在那裡 想 就是之後做什麼呢 那就是這個時候 就是有些大英姊妹就 問我有沒有興趣 一起開始一個教會 那這個教會 都是他們自己登記的 那也是他們開始去 那我心裡邊想 與其就是 就是 就是無事做 或者去 就是嘗試一下中年好聲音 不如就做回一個中年好傳道 那麽 來得是更加有意義 是吧 更加有永恆的意義 那於是呢 我是很欣然是參與這個事情的 那因為一月到三月 其實我仍然是受評於公理堂的 那也到 我是在放假的 那所以我純粹是義務幫助這個新教會的開始 因為他們在一月份也都已經開始了 那去到 去到 去到 三月過後再看一點了 就是看一點的意思 就是說 你有沒有錢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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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交租又出糧 是吧 那到時 就是上帝帶領 看看會怎樣 但是我 起初的三會員 起碼 一定是 就是 純粹是義工 去 在那裡講到 服侍 但是非常之 開心的事情 那今天呢 我們都想做一個簡單的 我們叫做專訪 那 我有個名堂 那個名堂叫 長氣離地 複音 對話 那其實呢 就很簡單的 我們呢 就想用我們的 Crossway AI 就問我 他已經選了四條問題 那 就按著那四條問題 那我就給一點點回應 那 因為 就是 一個新的教會 我們都想知道 這個新的教會裡面 他們的 那個 那個 思想 他們的 那個 那 我作為 教會的 牧師 那當然呢 這個也是 一個非常之 值得 就是我藉此 是跟大家分享 我自己的 好 我們先看 Crossway AI 給我們的 第一條問題 那第一條問題呢 就是 嗯 他這樣寫的 他說 林健牧師 可以簡單介紹一下 自己嗎 那 當然可以 那 但是我想介紹呢 就是特別 我和這個 Crossway 這個 現在這個 摩頓台的 的一些關係 其實我小時候 我是住在 就是 維園的另外一邊 就是 興法街的 那當時呢 我就 回到的小學呢 是聖馬里亞 和小學 現在已經收拾了 那 那個呢 就是 剛剛是 摩頓台的後面 所以 其實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 六年 六年 小一至小六 每天呢 我基本上 都是由 興法街那裡走 那要經過 摩頓台 才可以回到小學 就是 你小想不到 幾十年之後 你竟然 會在 摩頓台 這裡 建立 一間 嘗試去 去牧羊 一間教會 那 因為我每天呢 都是 由 就是 有 興法街那邊 經過天后 走回來 同學灣 所以呢 我當時的最大夢想呢 小時候 就是 中學呢 去黃隱書院讀書 大家都知道 南校 那 但是 小想不到呢 就是我第一次院呢 是 真是很慘 派了去第二個次院 那第二個次院呢 就是 聖保洛南女中學 哎 送我去到這麼遠 那 所以 每天呢 就要搭很遠的車 這樣去上學 想起 在 Colec的 六年 那 我想我又沒有什麼特別 就是說 喜歡不喜歡的 就是我有些朋友很喜歡 有些朋友就麻麻地 我就 就是 中間 要讀的書就讀 要考的事就考 有學會活動 就玩 是吧 音樂那些東西 但是我就不是特別 就是覺得那些東西 是對於我印象太深刻 那對於我印象最深刻的呢 就是 去到 FORM 4的時候 我其實那時候 就是中一開始 就是 恆常都跟家人回教會 那 中二的時候呢 是受洗 就是 不覺宣導會那邊 受洗的 但是一直在學校 那都是 就是一個學生 那樣 直至 中三中四的時候 就是 那時候有些感動 想帶一些同學 跟他們分享福音 那真的有做 我又帶了一些同學 去報道會 就是那些很大型的那些 有邀請過同學 就是 同學回教會 同學回教會 就是去 去崇拜 去聽道 就是 那時候 你會考 我也是照樣做的 那後來 就是考完會考 或者我們前後 我們都會有 一些查經班 又或者是一些福音營 那我都會邀請一些朋友 跟他們去查經 或者去福音營團契等等的 現在看回就很有意思了 因為 當時真的有人信住 就是現在 那時候沒有想到會有人信住 但是我邀請的朋友當中 真的有人信住 有人現在做了傳道人 有人現在做了牧師 有人現在做了神學院院長 神學院教授 信不信由你 就是一個中學生 就是不太知道發生什麼事的人 總之 小小的一種感動 就是邀請 沒有想到幾十年之後 當時接觸過的朋友 就是同學 竟然是有這麼大的轉變 一人再說 還有更多 讀完中學之後 家人就想我去外國讀書 那我第一個站 就去了LA 在UCLA讀了一年書 那我記得我上機之前 自己都跟自己說 好像信了主都有幾年的時候 但是都好像沒有很正式去讀聖經 那時候沒有人叫我讀聖經的 那我就上機之前自己買了一本自己的聖經 新的聖經 就跟自己說 我要讀完這本書 那當時當然是去計一下 究竟聖經有多少章 那我現在經常都說1189章 那為什麼我知道呢 就是當時要去計一下 究竟聖經有多少章 那當時的計劃很簡單 就是每天讀兩章 每天讀兩章 我都計過一條數了 去到年半左右 我可以讀完整本聖經 其實當時也沒有想過是會成功的 因為讀聖經很難的一件事 這麼厚一本書 而且我是不喜歡讀書的人 那聖經 Turnout 是我第一本 真是Cover to Cover 由頭到尾讀完的書 信不信又來 因為以前那些所有功課 我都是偷工減料 就是看前看後 寫了書報告的 那讀聖經 那讀聖經 大學的第一年 除了讀聖經之外 也都回教會 很開心 很喜歡回教會 不知為什麼 就是越讀聖經 越喜歡回教會 越回教會 越回教會 又未必喜歡讀聖經 不過是反過來 那當時也是很開心 很開心 開始覺得這個信仰越來越真 不過我在LA 就只有留了一年 那第二年呢 就是當時有不同的原因 有些是自己想讀管理 那就是申請轉校 因為於是我們不能讀管理 那當然也有些朋友 一起說 喂 我們一起過東岸 那樣也都是有些虛榮心 那樣申請 結果呢 就第二年我轉了校 那由西岸又飛飛飛飛 飛飛飛 飛飛飛飛飛飛 飛飛去東岸去波士頓 那就是讀麻省理工 那我就讀 我是讀管理的 那就是Slone School 那MIT 是一個很不一樣的學校 那我自己覺得 MIT是一個最緊張刺激的遊樂場 就是你喜歡讀書 就是這個真是一個最緊張刺激 最最驚心動魄的遊樂場 就是一方面真的很刺激 另一方面很開心的 就是從來沒有想過 哇 讀書可以讀到這麼開心的 就是讀的東西很有挑戰性 做的功課很有挑戰性 那些同學是很棒的 就是大家一起去挑戰難度的東西 一起給此那個support 那我繼續讀《聖經》 我繼續讀《聖經》 接著就不單止讀《聖經》 碰到一些基督徒朋友 接著開始大家為其他的微信主的同學去想 那我們結果就開了一個拆經班 那拆經班起初就只有我們四丁油 你看看我的眼睛 然後慢慢就邀請 真的有人來 有人來幫我們查經 接著他們開始順主 開始跟我們回教會 跟我們一起查經 It's incredible 所以當我畢業的時候 拿了一個PhD 那不是你在想那隻博士學位 你看看那裡寫什麼 就是permanent head damage 就是瘋了 讀《聖經》就讀了瘋了 接著就跟同學分享福音 那些人順處 那些同學都已經開始跟我說了 阿堅 我想你也不是應該做管理 做金融的人來的 我想你上帝似乎 呼召你做的一些事情 到最後的時候 我真的 我的心是朝向上帝 我想將我的人生奉獻給你 但我們去到第二個階段 或者第二條問題 穆斯里士如何蒙照 又在哪裏服侍過 當然我剛才已經說過 蒙照或者是感動 在讀書的時候 得到PhD permanent head damage 開始 那時候有想過 想留在美國 就繼續去讀神學 但是家人有一點反對 其實都很make sense 幾年不見了 那些人已經被鎖了 真的黏了線 說要去讀神學 讀一下 於是就決定回來做事 和家人建立那個關係 那我去了新加坡 因為那時候 家人移民了去新加坡 那我又找到工作 是吧 那我就幫政府做事 那所以很快可以 又入了職 所以有些人知道 我現在都拿著新加坡 passport 原因就是這樣 因為去了新加坡做事幾年 那當然繼續帶著這個PhD 去新加坡 所以上班是一件事 但是上班完了就是上教會 然後自己讀經 然後跟人查經 我記得我去到沒有多久 我就約了一個牧師 就是我爸媽媽去那個教會 我就去她的英文部 我就約了一個牧師跟她聊天 我說我跟你說 我現在回來做事 不過我就有一個護照 我希望我幾年之後 會回去讀神學 你一定要記住這件事 如果有什麼事 你一定要問 為什麼你還沒走啊 你有護照 那幾年我在新加坡 留了三年半 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日子 因為以前自己都是在學校裡面 在學校裡面查見班 你真的需要一間教會 需要一間教會 於是我在教會裡面落腳 在教會裡面侍奉 後來我記得 我們有一些門訓的過程裡面 我跟其他一些 我自己的教會裡面的弟兄姊妹 一起去讀 接著門訓他們就會分享恩慈 那時候大家都覺得我恩慈就是教導聖經 他們真是很看到我對聖經的心 也都是很看到我那個很特別的恩慈 我可以解釋聖經 我可以對淑寧的事情聞銳 於是大家其實都是很鼓勵我去讀聖經的 那我也都在新加坡最後一年左右 我就是part time去讀神學 認識了一些老師的 那老師也都是很鼓勵我 當時很鼓勵我去考慮 以後可能去再讀上去讀過博士 其實我也覺得神經的 就是你鬼認識我什麼 或者我還沒開始讀神學 那我就叫我讀博士 我鬼知是什麼 那這個老師結果也是引導我去 去Westminster 因為我自己就一直都可能想去波士頓 回去那些同學身邊 但是這個老師就是鼓勵我去Westminster 那Westminster 又是另外一個我繼續去蒙照 或者是認識自己呼照的一個地方 那Westminster是一個什麼地方呢 那Westminster是一間比較academic的神學院 我後來我回來香港 在忠臣博士的時候 那些學生有時候都問我 他說 你以前讀神學生不辛苦 我們很辛苦 我在想 我說你們那些reading list 即是跟我的那些沒有得比 我那些 easily double 你們的量 所以讀書是很多的 就是很多書要看的 也很不習慣 因為我喜歡計算的 或者習慣了計算 不是很習慣讀書 讀書是一個需要適應的 但是都可以適應到的 就是你慢慢來努力 你一定不會適應到 Westminster有一個宗旨 那宗旨是想train那些人 叫做scholar pastor scholar就是學者 pastor就是牧師 學者的牧師 那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他們的宗旨是說 a master one word 希望我們來讀書的同學 是可以精通上帝的話語 你也記得 有時候聖經裡面那些 Estra 以斯拉 它是精通上帝的話語 Master one word 但是後面還有一句 後面它是master by one word 我們要精通上帝的話語 以至被上帝的話語 是掌管我們的人生 哇 多吸引 不過你去讀 你發現原來不是的 原來神學院 真的是一個讀書的地方 神學院不是一個很熟靈的地方 讀書 就是精通上帝的話語 是真的 被上帝的話語精通 是另外一件事 但是那個意象是很棒的 就是scholar-pastor 那應該是一個pastor 就大隻一點 就是scholar 就是你做學者 是因為要做牧師的 但是通常都是反過來 就變成了一個 傻奸奸的學者 但是牧者就做不成這樣 這個就是我自己 對我自己 就是神學院的一個感官 但是我到我自己 真的去做牧師的時候 我開始感受了我以前的教育 就是對我的影響 那就是scholar-pastor 我絕對覺得是一個很偉大 就是很正確的一個方向 反而我回到香港 因為後來 就是終神以前的四位 就是創辦終神的 就是神學教育者 都是Wesmanston畢業的 所以他們起初 就是有一段時間 都是scholar-pastor 不過現在全轉了 但是我覺得 這個意象是完全正確的 只不過是你 可不可以實踐到 這個東西 所以這個是我希望 大家都繼續去思想 我們是需要scholar-pastor 好 神學院是一個好的地方 但是神學院也是一個差的地方 那我讀到第二年的時候 我就覺得 哎呀 真是怎麼這麼貴 這麼多東西讀 還有 就是書是讀到的 不過我就覺得 哎呀 這樣也沒有什麼時間去服事 這樣 那麼剛巧去到我讀第二年的時候 就 我們附近有一間教會 是需要有一個牧者 因為他們的牧師病了 那個是一個英文的 一個 一個 congregation 那他就想請一個人 去港道 還有做大學生的事工 那有人介紹我去 我就去了interview 他就覺得我適合 當時也有點傻家家 因為不懂的 不知道究竟在教會做什麼 那時候也在想會不會再讀書 結果但是覺得做大學生也對我做 不過英文我又沒做過 OK了 講到也挺有趣 不過我一波講到學都沒有讀過 那時候不是在讀其他東西 如果我繼續讀下去當然要讀講到學 但是在那一刻我決定 我就不讀第三年了 第二年我就畢業了 拿了MA 不拿了MDIP 所以我一波講到學都沒有讀過 開始明白了 我講到其實影響不是神學院 而是以前的Business School的影響 所以我這麼喜歡做PowerPoint等等 這些都是 上帝在冥冥之中 在那個大令裡面是有他的一些心意在 我不知道是好還是不好 但是總之我就沒有什麼burden 就是我沒有什麼學校說你要這樣講 我只是自己想的 我解了經然後我自己想我怎樣去present OK 做了兩年 出去做了兩年 非常之開心 我覺得那兩年對於我來說重要的就是 令我知道原來我的superpower就是港度 哈哈 原來這個是我的強項 也這個是我自己心裡所取悅 然後那一下我開始知道 我要做牧師 我不要做學者 所以其實是好的 神學不主要之後做了兩年的教會傳導人 然後呢 我就結婚了 當時就再回去神學院讀書 因為有些朋友說 你拿著一個M.A 不太行 拿著一個Degree 又或者剛巧你有結婚 那不如你就回去讀書 那我回去讀書 那我就讀了THM 其實當中都是繼續去思想做牧師 因為我自己真的很想做牧師 那在我神學院畢業之後 就要找工作了 那當時就 一個隱誘 隱誘 隱誘就是Apple Computer 因為有一個朋友就介紹我去加州去面試 那這間大教會 千人教會 那有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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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本來去IN就去IN英文部的 但是那個長老 他就 他 我住在他家裡 那他跟我聊天 那他發現我的普通話都挺好 於是他說 不如你和我們說中文那邊的道 於是那天就這樣安排了我兩邊都說到 接著他跟我說 你真的很符合我們這裡 就是普通話 普通話那時候也沒有什麼廣東話 所以我不是很記得那間東西 那間教會有沒有廣東話 但是無論如何 我廣東話 普通話 英文都可以 所以他就很喜歡我 他都覺得我的背景很徹合 因為他們的村子就是Cupertino Cupertino就是蘋果電腦的大本營 但是同時間我們回到廢城之後 我一直在想 當時有個夢想 因為有些老師一直說 我們應該考量在這個城市裡面建立教會 而建立很不一樣的教會 那當時有個夢想就是 去一些藍嶺的地方建立一間 就是向藍嶺人傳福音的教會 那順不順便由你 那我就真的turned down了那份 crucci job 就是沒有去到Cupertino 沒有去到Apple 那又是改變了我的人生 我當時跟泰克說 那份Cupertino、Apple的工作 幾少都有 我做多兩年 我失敗了 我都可以飛回去找第二份 但是這個機會 就是留在廢城去一個藍嶺區 植塘好像是人生的千載難逢的一個機會 唉 就是想得很… 就是夢好像很大 但是其實就是很難的事情 於是我們就選擇了去這個藍嶺的一個… 還買了一間房子 搬了進去 就是怕放死自己 如果租一間房子隨時走路 就於是買了一間房子 那這間教會就是我家裡 我當時住的地方的兩條街 那是一間黑人教會來的 那我們就租了他們的地方 星期日下午就聚會 那當時說如果那個project不工作 那一、兩年之後就倒閉了 然後我就再去找工作 那結果一做就做了超過十年 超過十年 那超過十年不是因為很興旺的 超過十年不知道為什麼 你做下去就有一種堅持 那其實我們十年裡面 可能最巔峰的時候 都是30天聚會而已 你可以想像的 根本就是不成事 但是心裡面有一種感動 就是要堅持 那就是要堅持 那我的子女都是在那裡長大 在那條街上 就是他們很喜歡的 很喜歡 就是小孩子不會想太多的 什麼南嶺區、白嶺區 再加上他們home school 就是都不用上學 所以這個索造了我很多的東西 就是譬如說我學了那麼多神學 我覺得南嶺的人都應該要聽同一樣 就是豐富的度 以前的朋友就會說 不是的 你那些知識分子 可以跟他們說多一些神學 就是南嶺、小學畢業的那些 中學、未畢業的那些 就不需要的說A、B、C給他們 但是我不是他們覺得 我覺得一個這麼豐富的聖經 就是每個人都應該搖搖 只要我講得清楚 他們願意學習 他們就可以得著這件事 那那十年多的堅持 就給我一種學習 怎樣去將一些很深奧的東西 用一些簡單的東西 是可以表達出來的 另一件事我覺得很重要 當你牧養一間三十人的教會 而是前路亡亡 根本不會有任何出路的時候 是在挑戰你、問你 究竟你為甚麼而服事 你是為著你的前途 你為著你和朋友打電話 你這間教會怎樣 就是這樣 就是沒有事情發生的 就是你做不到的 其實你做了兩年 你大概知道這間教會是沒得救的 但是你都堅持做多八年 那你問你自己 為甚麼你要每天起床 為甚麼你要這麼努力 講那篇道花時間 為甚麼 不是因為下面的人越來越多 就是30變60 60變90 90變120 就是跟著不斷想 是沒有的 是因為上帝是上帝 因為耶穌是耶穌 因為福音是福音 所以這是一個很美妙的事情 好 但我們去到第三條問題 穆斯里士何時會說 何時來到 正如我剛才所說 我們堅持了超過十年 在那裡 最後還是倒閉 還是倒閉 倒閉 在人的世界裡 就覺得失敗 但是在上帝裡面 你猜十年 你猜上帝在我生命裡 做了多少事 就是一個一直一帆風順的人 就是做甚麼 讀甚麼書都能夠讀的人 竟然在一個 你覺得完全沒有助的環境裡 侍奉 但是又要忠心 十年之後 你猜你這個人不變嗎 他人變的 你他變的 上帝在那裡索造 那到了2013年 我們終於結束了一間教會 結束了一間教會 因為真的沒有辦法 而對我整個家庭的負擔是太重 於是就不夠幫忙 那我就停了一年 就是2014年 我就需要休息 需要思想 究竟我下一步要去甚麼 當時其實我已經有很多朋友 已經叫我 喂 現在已經結束了 終於結束了 好 快點來了 你現在可以來我那間教會了 當然 我想靜一靜 我想想一想 究竟我下一步要去甚麼 那當時就 最後有想過 想說想回來亞洲 其實我那時打通天地線 或者我也都 那個人飛了去台灣 去教神學 也打算在那裡植堂等等 其實已經是打算去台北 但是後來有朋友 幫我穿真引善 就跟忠臣聯絡上 當時的院長李思敬 我在美國也有跟著談 然後 回到香港等等 他也很鼓勵我 他說你想做甚麼 因為朋友介紹 你知道 有很多時候都是這樣 他鬼認我嗎 不過朋友介紹 他們都是很重視這些 那我說我想木會 我就是想木會 那他說 你木會在香港 鬼認識你嗎 你在香港有沒有木會 沒有 我十幾年都是美國木會 那他說 不可以啦 他說香港木會 跟李國木會 相差多遠呢 那他說 不如這樣 你就回來中神做一下校目 站起來吃飯幾尾 然後認識一下那些學生 認識一下香港的教會 他說 如果你到時回來 有間對的 人家聘請你 那你就去咯 那我又覺得有幾好 那當然 中間有很多的掙扎 那決定回到香港 那回到香港沒多久 那我就回到我自己 以前的國孫道會 孫道會北角 北角堂 那我在那裡教Monday School 就是他們的Sunday School 但是是星期週中發生的 那就是每個星期有兩個小時 任你母 喜歡開課報道會又行 就是培庭會又行 喜歡有個崇拜都行 那就很開心 就是每個學期都在那裡教Monday School 那跟著同時間也都 就是有公理堂來請我來講道 那我就 我當時都講得密的 我想可能一個月講兩次 那樣有時候 就是來公理堂 那就很多的我早期的 就是這些廣道作品 都是在公理堂這裡 那一講就講了兩年 那兩年之後就在公理堂 就黃牧師 很多謝他的給我機會 就邀請我加入教會 那我就在2017年1月1號 是正式來到公理堂 好 那你屈指一算 你也知道了 2017年1月1號 去到今年2023年的10月31日 就剛剛好七年 沒錯了 我就是計到準一準 做了七年 剛剛好 1月1號開始我放假 那我就圓滿 最圓滿的七年 我就做完了 那當然在公理堂的七年裡面 其實我想最重要的發展 當然就是六崇的開始 我來了沒有多久 我想三個月左右 有一次我去第二間教會講到 那看到別人那個 就是有一個 我又不太記得是周六崇拜還是什麼 不過總之這個崇拜 跟我們的傳統崇拜是有些不一樣的 那就是比較容易 門檻低一點的 可以邀請到別人進來的 所以我回來 我提議給黃牧師 我們可不可以考慮開一個這樣的崇拜呢 那再加上主日已經滿了 於是就周六 黃牧師說你寫一個proposal 那我寫了一個proposal 想不到很感謝所有的執事 就是堂會的支持 給我嘗試 給我願意嘗試 那我也是過去兩年在香港 也都是認識了一班 德英姊妹 北孫那邊 就是公理堂 少少 那就是這樣 集排軍 有一個core team 就可以開始幫我 去真是可以撐起崇拜 那我自己呢 就是講道而已 其他東西我們不用多理 有其他德英姊妹幫我 真的太好 真的太幸福 那也都 就是我想很幸福的 就是黃牧師願意給我 就是講很多道的 譬如說一個月可能 就是四個禮拜 我講三個禮拜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才可以有系列 就是如果香港普遍牧師都是 可能一個月講一次 頂多一個月講兩次 就是你會斷斷續續的 其實你是沒有辦法 可以創造到我們現在 就是我自己的理想中心 但是因為我有這樣的可能性 那就可以開始 你可以看到 如果你一個月講三堂 你都是有個潮著一個正 就是在同一個方向的時候 你開始看到那個possibility 那個可能性 原來當你這樣講道的時候 這樣教導的時候 那個教會的理念 那個意漲越來越清晰 那麼 長話短說 那我們去到第二 做了公理堂 就是六崇之後的一年半左右 有一天應該是2019年的5月1號 那我們就有一個異象分享日 那當時就有很多帝影師妹回來 五一路同志 那接著我們有一個小組 是去衡量我們下一步的異象 就是說想要有一個非粵語的崇拜 那我就一直 就是2019年 我已經在想著 就是一直是想普通話的 那當天我的小組就來了十多個 就是帝影師妹 沒有想到 每個人都說要英崇 要英崇 就不是在想著這個普通話 是在想著英文 那因為當時也有一些年輕的朋友 是從英語教會來了 那麼他們懂得聽中文 但是可能更好的 或者他們的朋友圈 就可能英文會更好 他們也都夢想 因為他們從國際教會來 都知道國際教會裡面 某一個形狀 或者他們的教導的取向 那很感覺到 如果我們可以把陸崇的教導 轉化為英文的時候呢 又是另一個出路 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於是呢 我就寫了一個proposal 也都是堂會 就是執事們 非常之支持 又是真的 你真的是在公理堂才能做到這樣的事情 我真的很難想在第二間教會 給我這麼多空間 於是那年2019年的聖誕節 12月中 聖誕節前一個星期 我們就開始了英雄 大家想想 2019年發生了什麼事 你想想 我寫了一個proposal的時候 5月1日 有人說我們開始英雄 寫了一個proposal的時候 都是和平的 社會事件 你想想我們又去銅鑼灣 那時候 陸崇都很被影響 我們晚上放走的時候 都是要催淚彈 很多事情正在發生 但是我們仍然是決定 照樣在12月開始英雄 誰知道一開始英雄 一個月就是covid 英雄今年就是四周年 三年裏都是covid的影史底下度過 但是我們看到上帝怎樣使用他們 我們當中的call team 他們的成長 還有就是慢慢吸納 吸納 但是更重要的事情 真是更重要的 就是陸崇也好 英崇也好 幫我們train up 在一群 大英姊妹的call team 因為你要經歷 你要經歷一個事工上面的挑戰 你要經歷一個事工上面的高與低 你要不斷反思自己 究竟為什麼我要去服侍 我服侍的目標是什麼 我們要做什麼 我們是為了取暖 還是我們要傳揚福音 我自己的生命 如何與這個福音對稱等等 這些東西是超越了數字 這個成長的東西 這是非常之非常之美妙的事情 好 最後一個部分 也是想回應一點點 牧師十家基督教會將會是怎樣的一個教會 很簡單 十家基督教會 當然是十家 Crossway 為什麼與Cross沒有關係 為什麼我們選擇Crossway 或者是十家基督教會這個名字 因為十字架是整個基督信仰的核心 當然每個人都是這樣說的 誰訪問一個基督徒 他說十字架不是核心 然而在現代的教會裡面 在香港的教會裡面 十字架其實是被很多東西借蓋了 沒錯 這間教會通常有十字架 還可以很大 但是在港台的信息裡面 你會發現很多時候 十字架是不清晰的 或者耶穌根本不需要上十字架 耶穌只是一個好老師 耶穌正在做一些教導 教我們怎樣做人 我們的智慧 耶穌做了很多的神職 祂可以改變我們的人生 幫我們這件事 但是耶穌不需要上十字架 那個不需要上十字架的耶穌 都不是聖經裡面的耶穌 所以十架基督教會 最重要的就是十字架 OK 而這個十字架是被我們高舉 這個十字架是我們要披大 就是我們要carry the cross 我們要背這十字架 去跟隨上帝 但是這些都是我們過去六七年裡面 一直在通過聖經是思想思想的東西 另外一件事我想說的 就是我想這間教會是一間很離地的教會 你記得我們一開播的時候 這個訪問我叫做 就是什麼 長期離地 長期離地的教會 我想做一間離地的教會 我最近有一個學生 就是以前忠誠的學生 他邀請我去他的按納禮 我去不了 因為通常都在weekend看到七彩 那他的教會 他做了六七年在那裡 我記得他剛剛去的時候 我有去過他的教會 沒有想著他留了那麼久 然後他現在還在按納禮 那間教會叫什麼呢 那間教會叫做香港基督教超窮教會 超窮教會 很搞笑 因為他是在一個茶餐廳裡面聚會 他叫自己做超窮教會 這個超窮教會是很有意思的 有時候我們去直堂的時候 我們會說那個地方是不是有教會 如果已經有教會 那你不用直 但是超窮教會是超越地區性的一個教會 因為邊區不需要一間超窮教會 白濟的超窮教會不是說他們特別窮 而是超越貧窮 就是說他們是特別想將那裏帶到某一群的人當中 所以你想想那個格局等等 在那個茶餐廳裡面等等 每一個區域就算他已經有其他十萬九千個教會 其實他也需要一間超窮的 因為他是一個特殊的教會 我自己就覺得是這樣 我覺得Crossway是一個特殊的教會 所以為什麼我可以去到同幅堂的那條街 甚至我這個building裡面有兩層是同幅堂 我旁邊有另一個cafe叫Crossway 我都不不理會 因為Crossway Christian Church 十家教會 是一個不一樣的類型的教會 我想它是一個超級離地的教會 如果大家以前有聽過我講到 我們知道這個長氣離地從哪裏來 是保羅的託告 二筆索書第一像 我那時候講二筆索書第一像 我說保羅祈禱他的感恩祈禱是長氣兼離地 我也特意這麼說 因為我們的信仰現在太貼地 我記得由2019年大家經常都說 我們堅離地不行 我們要貼地我們的信仰 但是你看到本本的聖經裡面 你會發現聖經的教導 聖經的信仰是非常離地 保羅的那個託告是極度離地 我們的託告是 你哪裏不舒服啊 眼而口鼻啊 內臟啊 全部幫你搞定他 就是祈禱啊 醫生啊護士啊小姐啊 打掃的伯母都可以祈禱上帝 萬事互相效力去幫助你 不是啊 你看看保羅所期的東西 全部都是離地 和身體無關 不是眼看得見手摸得著的東西 全部都是離地 為什麼呢 離地才可以靠近上帝 所以很棒的一件事 我想我們是一個離地的 離地的意思是 我們親近上帝的東西 當然我們要貼地 貼地是什麼呢 我們要傳福音 我們要帶人進入教會 進入這個信仰裡面 我有兩句說話我很喜歡的 就是外國的一些教會 是 他有一間教會在紐約裡面 他就是想 reach out to Mannhattan 那些 可能是Banker 那些教育水平很高的人 或者是一個大城市裡面的人 他說 inspiring thinkers to believe and empowering believers to think 激烈思考者相信 我想我們是一個有思想的人 不是那些很表面的思想 說怎麼賺我的錢 那些你救不了 真的對人生有思想 覺得 為什麼我這麼成功都這麼空虛 為什麼這個世界是這樣 我們從哪裏來 我們要往哪裏去 為什麼香港是這樣 為什麼香港是一個這麼畸形的世界 為什麼人生是一個inspiring thinker to believe 我想有一個有思想的人入到來 他聽一篇道 那篇道會激發他 去明白我們的信仰去相信 另外一方面 Empowering believers to think 我們的講道是想要別人去思想多些 你有沒有覺得在香港做基督徒 其實不用怎麼用腦的 我不知道你明不明白我講的什麼 我記得我很小時候 我去教會 去到差不多 我回到去 我看到那個經文 我看到那個講題 我已經猜到 那個傳道的人會講什麼 而最大擠的事情就是 我會猜對 為什麼呢 因為全部都是行貨來的 都不用想事情的 離去到那幾句金句 然後兜來兜去 然後就炒幾碟 就是見證啊 故事啊 笑話啊 就完事 根本就不需要用腦的 但是我們要 Empowering believers to think 聖經是一個這麼豐富的書 信仰是一個這麼深度的東西 我們的教會成為一個 一個未信主的人 一個有思想的人 他走進來 他會覺得我們的教導 是令他挑戰他 讓他更加去深思這個人生 以致他信主 另外一方面 一個刊貨的基督徒 就是 我相信了很多年 聖經我都敢不敢去看 那些 我都去過很多地方聽到 我都很熟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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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讀過什麼神學 但是他可以進來 他會發現 原來是這樣的 原來聖經是這樣的 inspiring thinkers to believe and empowering believers to think 當然 我亦都想過其他的事情 我曾經有想自己 找人寫下 我要五樣東西 我希望那些人 來到我們十幾個教會 crossway之後 走出去的時候 會想到 即top 5 玩那些game 我們訪問一百個人 你覺得crossway 是一個什麼教會 No.1 Biblical 他要知道 進來這間教會 就是 這間教會 覺得聖經很重要 所有東西都是跟聖經有關 而且拿著聖經 不是隨便一句金句 而是要看上下文 要明白 究竟上帝在做什麼 但同時間我想 這個可能第二 是我們比較弱一點 我們成為一間 Welcomeing的教會 成為一個 溫馨友善的教會 人家知道我們 We care 就算林牧師 不幫你 你的器官祈禱 林牧師不幫你的醫生護士 But 林牧師 care Everyone care 就算我們不去那些 神跡歧視 但是大家知道 我們是關心的 我們尤其是關心 你的屬靈狀況 你的永恆 你的將來 OK 我們想 我們教會是一個 inspiring church 不要讓我說 不要放棄我 隨便說一遍 preach a good sermon 有些東西可以拿回去 刺激我 覺得我走出去的時候 我想活一個不一樣的人生 Thought provoking 一樣的 不過這個是比較brainy 原來那些聖經是這樣的意思 我從來沒有想過這件事情 以前小時候 每個人都是這樣說的 愛倫社 耶穌歌 好倫社 Paraulal of the Good Samaritan 是嗎 很閃爛 原來很閃爛 那些故事 不是叫我們去愛倫社的 這樣 你有沒有聽過 你有沒有聽過我那篇 你要聽聽我的篇 你就知道 Thought provoking 不是為了不一樣的炎 而是為了真理炎 引人去深思 哇 這本聖經原來是 原來是這麼美妙的 這本聖經原來是有深度的 這本聖經原來不用讀神學 都可以明白的 如果你按照一些重要的原則 即用你的腦袋 是吧 Thought provoking 是跟我們的思維有關 inspiring是你的感覺 你覺得這件事是刺激的 最重要的 所有的東西都是要life change 我們人生要改變 鎮魚 鎮魚 18歲的我 拿去買了一本新的聖經 決定cover to cover 1189章去讀完它 去到我真的完了 看完 即我大學二年級 看完一本聖經的時候 接著又再看第二次 第三次的時候 完全改變了我的人生 我希望我們這裡每個人都是這樣 好 最後一點 最後一點 兩問三語 這個都是其中一個 我們想去值這個堂的原因 為什麼呢? 因為正我所說 我們之前三年抱兩 即是有六崇 接著就有英崇 三年抱兩 但是 香港的 即是以前 1997年 政府的 policy 是兩文三語 還有普通話 為什麼我們遲了這麼久 都還沒有普通話 我們就是要 時候到了 我們想要做這些 希望今年裡面 我們可以做到這些 就是我們一定會有廣東話的 繼續 無論多艱辛 無論多辛苦 我們想堅持 但是還有一件事 我們希望可以開展普通話的事工 因為此時此地 從現在到將來 我們不知道上帝前面 香港的路是怎樣 但是兩文三語一定是我們朝向的方向 而我們會讓它發生 當時會有辦法 你一定要相信你需要 當然我覺得我們很軟弱 我們現在出去開一間教會 我們都不知道 第一 我不知道有沒有人 第二 我不知道交完租之後 還有沒有錢出量 不要緊的 意象是最重要的 就算你沒有人都無所謂 就算你沒有錢都無所謂 沒有意象就死硬 有錢有人沒有意象就死硬 但是我們 我們都相信 但是已經在過去 六七年裡面 我們預備了一班人 我們都 說真的 去租得到的地方 代表我們有些錢 其他事情是做到的 但是教會最需要的是Vision Without vision People perish 你一定需要有意象 而為什麼我要錄這段話 因為我們要講意象 其實還有陸續有來 將來我希望下個禮拜 再下個禮拜 都有機會再跟大家分享 我們前面的意象 不過真的多謝大家 請大家為我們 報告 我們都希望在不救的將來 裡面是 physically 即是實體 可以和大家相聚 大家努力